在中印边界西段的班公湖又生是非 印度火线网站周日报道称 藏独分子洛桑孙根上周三到中印边境拉达克地区 第一次将藏独起之插在了班公湖湖畔 文昌分析称在中印边境问题紧张之际 洛桑孙根的举动无疑具有政治意味 而且得到了印度政府的默许 印度不仅政府默许 而且它的一些民间势力 事实上是在支持藏独的 在中印边界对峙的情况下 印度打这个藏独牌 实际上是起到一个对局势 起到一个恶化 一个恶性循环的这么一个作用 印度边防军非法闯入中国领土 造成两国军队的对峙而骤然紧张 中国日前在为了展示维护领土主权完整 而举行的高原军事演习中 首次公开了一种新型的 能够选高原作战环境的新型坦克 而就在这时 一个曾经接受过中国诸多帮助的中东国家 竟然忘恩赴义 向印度提供了8000枚反坦克制导武器 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 一直被大家认定为是中国的好朋友 据新华网7月8号引用以色列国土报的消息称 印度总理莫迪在访问以色列期间 两国签署了价值5亿美元的军火协议 根据协议 以色列将向印度提供多达8000枚的 长丁戴冰反坦克导弹 该报道还称 目前以色列已经成为印度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的 第三大武器供应国 长丁反坦克导弹系统 是以色列上世纪末研制成功的第四弹反坦克制导武器 至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导弹家族 其中包括短权型 中权型 远权型 以及增权等四个型号 射程从800米到8000米不等 其中短权型号的长丁SR 就是适应用于城市 山地或者高燃环境作战的 单兵反坦克导弹系统 该系统只需要一名士兵 就能完成转运和操作 印军一旦装备这种导弹 将对我国部署在中印监禁地区的轻型坦克 造成极大的威胁 在很多国人 尤其是年轻人眼里 以色列就是中国很好的朋友 两国之间存在着历史悠久的友谊 的确 中国对以色列那可是问心无愧的 也是美国的铁杆盟国 每年都获得美国巨额的军事援助 在政治和军事方面 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行动 中国和以色列之间虽然也有过军事合作 但为了不得罪美国 以色列甚至干过联合美国玩弄中国的小把戏 在本世纪初 中国和以色列签署了利用 费尔康雷达技术合作 研发预警机的协议 以色列尽事淡淡地拍着胸脯 向中国保证 预警机不包含美国技术 美国无权干涉 最终以色列还是迫于美国的压力 单方面撕毁合同 背心轻意 网座小人 更可恨的是 以色列竟然将费尔康雷达 整合到伊尔76运输机上 卖给了印度 而以色列此次 政治中印关系紧张之际 不顾及中国对以色列的无私帮助和支持 汪恩赋义 向印度提供了长钉反坦克制导武器 不但数量巨大 而且主要针对我国部署在中印边境的新型坦克 这无疑暴露了 担当美国英权的真面目 表面上以色列是中国的好朋友 实际上却是美国围主中国的真帮凶 第一扇规